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队长Yemi透露 Sunny今天肚子非常不舒服 昨天晚上刚进了医院 昨天彩排他的状态就不太好 但他说 第一次见面会 很希望可以跟我们一起站在舞台上 希望他早日康复 也希望大家不要担心他 主持人Mr.Q也表示 上台前就见到Sunny因为胃部不舒服蜷缩在一旁 但他仍然坚强 表示上台没问题 此次是火箭少女101于6月23日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开发布会 在历经团员退团风波之后 腾讯高层也在现场宣布 孟美琪 吴轩仪 子宁三位团员将在下周一正式归队 提及将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 严美直言 因为火箭少女由各位女团创始人辛苦选出 所以成团出道是一个珍贵的礼物 这次首张专辑也希望回馈给大家 哇唧唧哇总裁龙丹妮透露 此次音乐专辑共包含四首歌 第一首歌曲 壮已于今日上线 第二首歌曲名为Light 而第三四首歌曲分别将于9月28日 10月12日解锁上线 从成立至今 火箭少女101已经携手走过56天 杨超越回忆起这期间的变化 坦言团员之间更加团结和信任了 我们彼此之间经历了很多 走过来也有很多不容易 我很感谢团员对自己的照顾